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继续升级难度的一个现场考验的时刻了 我们要借助于钉子画 两位选手呢 此刻他们戴着眼罩 在他们的面前各有一幅画 一幅画有两张 那每一张画上面呢 是有两万个彩色的钉子 每幅画里边 我们随机的抽出了五个彩色的钉子 需要两位选手 在稍后的三分钟里面 找出这五个不同点 一旦确认他们手中的马克比会把它圈起来 三分钟之内我们看看谁率先完成任务 三分钟 180秒 三 二 一 请摘眼罩 计时 开始 有切只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 Just tell me that I can't 一 十 接 到 有些只有三分钟的 比拼时间的已经全部的结束了 现场 我们要逐一的验收一下 公平起见 我们请曹老师也上来 给我们做一个见证 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是这里 这里和这里 这个红色 红色护法 你看对不对 第一个点 证据无误 证据无误 来第二个点 这个肉色的 但是这里是没有肉色的点的 没问题对不对 太阔了 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是绿色的 这地方是绿色 左边一白右边一黄 对吗 准确无误 这个点和他这个点 对 对 老将他选出的四点准确无误 四点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来 草老师再请您来到我们小匠这边做一个验收 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在哪里 他家 这里 这里 颜色偏深 这是浅 好 这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对不对 第二点 在这里 这点 这是一个 这是黄色的 然后这边是 黑黄色的 是的 然后 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 这个地方是个红色的 红色的 那边应该是绿色的 没问题 对 第四个点 黑黄色的 就这个 就这个 就第四个点了 还有吗 四点没问题 他也缺一个点 所以说小佳找出四点也是准确无误 好 那我们的最终的结果呢 在草老师的见证之下 两个人三分钟都找出了四个点 可以说是打成了一个平手为一分胜负